在追寻真理的路上 道理 第二章 人民 像 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残酷现实 除非以身临其境 是很难想象的 上海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家庭都有家人 或者直接认识的人 自杀 第二的父亲回家 往往非常疲惫而沮丧 五星就会找机会与他进行长谈 他想知道那天医院里发生了什么 帮助分析情况 并建议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在这场危机中 家庭支持的重要性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老人做了保证 我不会做洒事 我会熬过去的 除了做苦工之外 第二的父亲每天还要接受政治洗脑 他和一批同样命运的同事 被命令背诵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 还不允许有任何的错误 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羞辱和惩罚 老人竭尽了全力 他一遍又一遍的大声的朗读 直到他能记住为止 然后他把整篇背给儿子听 让儿子来指出他的背诵的差错 经过几天的反复的练习 教授已经准备好接受革命派的测试 那天他回来 脸上带着一丝的微笑 他们说背的还算不错 人类这个物种 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有惊人的适应性 很快教授就习惯了清洁工的日常工作 甚至为能够保持诊所干净整洁 就像他早年在维也纳看到的那样 而获得一些精神上的满足 此外开诊时刻一到 他还帮忙接待 这是他很喜欢做的事 科里看门诊的医生都是他的学生 他让前来就诊的病人保持秩序 并进行了一些删查 以便将病人送到最合适的专业医生那里 病人也很高兴与老人交谈 当他带领就诊的病人 进入每个医生的隔开的小间时 年轻的同事们也会与他以微笑示意 有一天教授回来 看上去是受过了大的惊吓 他的左脸颊也肿起来了 那天他正忙着维持来访病人的秩序 有一个外地来的人要插队 于是人群就向他发出虚声 老人很有礼貌地请他回到队伍的末尾 这位临时的接待员是非常认真的在工作 但是他说忘记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和脆弱性 这位麻烦制造者觉得自己是丢了面子 于是恼羞成怒 当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接待员是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阶级敌人时 他扑上来狠狠地给了老人脸上一巴掌 第二听到这个不幸的事件 当父亲向母亲讲述这个恐怖的遭遇时 不禁老泪纵横 这是自大约三十年前 父亲在中国土地上看到悬挂的日本国旗以来的第二次流泪 第二人在思考 为什么他的父母决定留下来 他觉得自己欠JL一个答案 原因很多 我相信其中之一就是他的信念 他相信在任何社会制度中 医生也应该能够谋生 第二说到 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家里生活的情境 似乎都是符合这个预期的 JL说 不错 但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就连马歇尔将军 也对中国共产党印象深刻 他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活力 更少腐败 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访问共产党 在延安的大本营时得到这个印象 是吗 第二对这件事甚感惊奇 JL继续说到 同样 当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 南京国民政府派军机飞往旧的帝都 去疏散精英学者和科学家 但很少有人决定离开这座城市 一些飞机返回南方时 几乎是空无一人 第二点来点头 他说我的父母也许有同样的想法 我知道他们对前任政府持负面看法 记得他们之前谈论过的一件事 是共产党接管前夕 通货膨胀率的飙升 1949年5月 解放军进入上海当天 他们露宿街头 没有打扰居民 有时良好的第一印象 可能会有持久的影响 共产党看起来像是一支新鲜 而令人兴奋的政治力量 可以将中国带向光明的未来 当人们看到鸦片流毒现象 被如此迅速的根除时 也对新政府表示赞赏 中国人民当然希望 只是一个光明的新趋势的开始 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 真正的历史趋势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验证和确认 J.L打开收音机 里面响起了熟悉的歌曲 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旋律 人们对它已经如此的习惯 以至于没有人再去考虑它的歌词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旗有五颗星 J.L说 但它实际上代表了什么呢 这是第二开始认识到 他要想说什么 它体现了中国的联合的进步的政治力量 它反映了毛泽东在建国时宣传的新民主义的理论 那颗大星星是代表了领导者中国共产党 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 工人 农民 小资产阶级 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 所以应当是毫无疑议 这四个阶级是正式的划归到了人民的范畴 J.L继续说 这很有讽刺意义不是吗 尽管五星鸿鸡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升起 但旗帜上的两颗星星实际上已经消失了 第二应答道 现在它更像是锤子和镰刀 它指的是前苏联的国旗 J.L接着说 我们这里的流行观点是如此的激进 甚至认为斯大林的错 也包括对知识分子过于友好 说这是苏联共产党已经变为修正主义的标志 苏共在这里受到谴责 因为他还不够做 或者是新民族主义已经过时 或者毛泽东可能对他的事情从来也没有较真过 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时代 是正式的开始了 这种维护独裁统治的毁涩的理论是如此的使人费解 但是其影响和后果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这一次的概念和定义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除了阶级斗争的宣传以外 共产党还用什么手段来影响和控制中国人民的思想呢 请听第三章 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意识 谢谢收听订阅和点赞